其他像早上有提到有關那個Google表單 在講義裡面也提到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取得 使用者端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我這邊有提到幾種 比較簡易的像比如說用表單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開放資料 等一下我們會講開放資料 比如說你可以從網路上 download 一些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特別強調 這個也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說它的一個特點就是說 不用寫程式 以往你要讓人家填一個資料 再取得資料你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你必須要架一個server 架一個web server 就是你的網站的server 第二個你必須要寫一點動態程式 第三個你要再架一個資料庫 因為你取得之後你要放在資料庫 光這些很多人學完之後 大概就頭痛了 因為你server你要架 你要有地方架嘛 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一個比較高階的這種人員的話 我想你可能沒有地方放了 那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你沒辦法做到 那你可以用Google表單 那它可以加快你的輸入資料 那我前面有講過了 第一個就是那也可以產生圖表 並且你也可以把它下載成seal檔 它這個解決方案最重要是它是完全的免費的啦 它目前是沒有收任何費用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有Google帳號的話 它好像免費就已經給你好像是15GB的免費空間吧 有同學問說這個到底安不安全 等等的問題 我其實覺得 如果你會有安全性顧慮的話 你就不要用它啦 但是一般性使用是沒問題 OK 你說安不安全 我覺得使用起來到目前為止 除非你自己的帳號登錄啦 不然的話你也看不到資料 只有我看得到 那什麼時候我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今天來這邊 我有做那個兩階段驗證 什麼意思呢 我登錄我的Google帳號之後 它會再傳遞一個 簡訊到我手機裡 那也就是說我一定要是本人 或者是可以拿到我手機的人 他才可以辦法登錄帳號 那這個難度應該頗高了吧 所以我使用Google應該 應該有10年吧 超過10年也有吧 目前為止還沒有被盜用過啦 OK 而且其實我Google帳號 也不只一個 所以到目前為止 安全性還是蠻高的 穩定性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OK 那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進到那個 雲端硬碟 這我覺得 也還蠻值得推薦的 這個雲端硬碟的話 第一個當然從Google首頁裡面有個 雲端硬碟 這個應該 應該都知道吧 如果你對雲端 應用不太熟的話 建議 可以花一點時間 真的還蠻值得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進到裡面的話 他有一個就是說 那你要上傳資料可以從這邊 進到裡面的話 他可以當那個 FTP來使用 另外他還可以做什麼 像這個是之前在那個 新北市的地震 局 他們有一個課程 就他們本來是一個 一個這樣的表單啦 那你就可以快速 把它轉換成雲端的表單 填一填之後的話 他可以很快的有沒有 其實不太需要做什麼事啊 他裡面不外乎就是單選題 不外乎就是 複選題 那不外乎就是輸入一個什麼 你的名字就是 短的文字 那如果要人家填比較多的意見的話 那就是長的文字 大概我用來用去 就只有四種 四種而已 其他還有啦 但很少用到吧 比如說還可以加圖 還可以加影片 還可以分段 還可以分頁 不過那個比較少用 大概這樣就夠用了 馬上就可以 配合裡面的什麼 包含就是一個主題 然後 再來就查看回應 這個查看回應 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跳到那個 他背後會多一個 那個Google的試算表 來當成資料庫 也就是他會把 使用者填寫的東西丟過去 另外的話有個查看即時表單 就可以看到 使用者要調 那個那個那個 頁面 讓使用者填 填完之後 這個可以縮短網址 我前面有講過 那 這個標單可以用從表單 最後如果你們填完了之後 上面有個回覆 一表示裡面有一個人 那我怎麼樣知道 你們到底填完了沒 其實我可以從回覆這上面 這個數字 如果差不多30個 我們這一半也在31位吧 那表示應該都填得差不多了 OK 而且我發現 這件事情 其實我已經做很多 課前問卷 我發現 一年比一年 大家能夠越能夠接受 這樣的方式 OK 而且很快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插入一個表單 另外最後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做成 相關的圖表等等 這個圖表 或者你可以 這個下載 可以從這邊 或者甚至你可以 把 最後的結果 發佈到 網路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 Sales四算表 自動產生一個網頁 那個網頁 它有一個連結 你也可以縮短網址 再給人家看 就是說 輸入也可以是一個畫面 結果 另外它會產生一個網頁 那你也不需要 去架一個網站 所有東西都有了 OK 所以這個我想 其實它的便利性還蠻高的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後來就有同學會 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複選題的部分 因為單選題還比較好解決 可是像這邊 我也提到一個複選題 那個 這個 這個 範例很簡單 如何把 低欄 比如說我希望上課內容 拿問為主 那填的時候 有人填一個 有人填四個 有人填五個 六個七個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們切割出來 放在呢 我們隔壁的這一欄 比如說把第一欄 切割放在 居欄裡面 然後呢 可以把它列在一起 最後呢 怎麼樣統計出 我要的結果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最後的比數 比如說我有這些問題 那 勾選 最多的是哪一個 做一個 圖表 當然我這邊 把它設計成 VBA的啊 其實它這邊 就是可以類似 類似 類似像這樣 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後來 這也是同學的那個 問題 然後 我就把它的問題 做了一下 其實我本來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後來 我把它做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跑出來 類似這樣 這邊可以用 樞紐分析表 可以跑出來 從這邊可以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 就是我把 這邊 居欄的東西 因為居欄 它等於是把 D欄的資料 切割 變成 放在居欄 會有 所以這麼多 因為這裡面 D欄裡面是複選嘛 等於分出來到居欄 變成單選 一個一個一個 把它分出來 應該 了解這個邏輯吧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產生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剛剛那些範圍先清掉 清掉之後的話呢 那這邊全部都歸零了 這邊都全部歸零了 都沒有了 那我等一下做 就說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動態的效果 當我按一下那個 切割之後 它可以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的讓我感覺到 它這個有個變化 那我這邊按下去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就開始統計了 那我是每0.5秒 先停一下 就一個一個慢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感覺有個動畫的效果 那其實在那個 Excel裡面 很多地方都可以配合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你可以 在展 Demo 的時候 讓人家可以看到 它有這些變化 它可以看到 比如說從上到下 它有什麼什麼變化 可以是做出類似像的效果 只要 這個圖表的 資料來源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資料 這邊有個什麼 選取資料 有沒有 其實它選取資料 就是從這個範圍 而得到一個圖表 那你可以怎麼樣 因為它這個裡面的範圍 如果 這個裡面的資料 如果改變的話 那當然這個圖表 也可以跟著不見 比如說這邊 我把它清除掉 裡面就清空 就沒有了 OK 那 等一下請各位 幫我開啟 這裡面的這個範圍檔 範圍檔裡面呢 有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裡面 當然這裡 它是沒有切割啦 不過這裡的話 如果你希望把 這邊的 單 付選題 一個一個 切割下來的話 但是 這個地方 可以想想看 因為我想了半天 好像如果不寫成事的話 應該好像是 沒辦法辦到 因為不寫成事 你要怎麼樣把它變成 同一欄裡面 除非說你 土法煉鋼 一個過來 這四個就變四個 這五個就又五個 但是這不是辦法嘛 如果說你 想想看嘛 如果有更好的辦法 你可以提供給我 我頂多能夠想到的就是說 這邊Ctrl shift向下 把它選起來 頂多資料裡面 它會有一個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 有一個分隔符號 因為我們這個分隔符號 是逗點 這邊有一個逗點 你也可以逗點 不過呢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 切割了 就離我們要的結果 好像還一段距離 因為切割出去之後 你還是要把它 就像這樣 鬥點 下一步 然後匯入到哪裡 只要匯入到這邊 然後完成 它也可以切出來 可是會變成這樣子 有的長 有的短 那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們是要這樣 我希望 從頭到尾 就一籃就好了 那這個我想 應該也是很多人可能會常常遇到的 你有一個欄位裡面有很多的 鬥點啊 或者是分隔符號 但是你要把它 集中在同一欄裡面 這個時候你就會有遇到問題 那如果 沒有 這個我想 如果你們用一些程式 應該是辦不太到的 OK 所以 怎麼做 程式會不會很困難 等一下跟各位說明好了 其實也不會很難 大概就幾行 就是 大概頂多10行以內的程式 邏輯上這樣 其實我 寫程式 我想到什麼 我就開始寫 再test OK 沒問題 就是我要的結果 那我大概是這樣 For i 等於多少 For i 列 第2列 到它的最下面列 所以跟前面敘述是一樣的 一個next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用一個函數 因為vba 裡面有個函數 它可以幫你切割 Sprits 那你告訴他說 你要切割是根據什麼 根據鬥點 它就會幫你切割 但是切割完之後 它會有多比 那這個時候多比 你就必須放在一個正列裡面 因為如果有寫過程式的 同學應該有觀念正列 正列是可以不只放一個資料 它可以放很多個資料 那你有多個資料放在正列裡面之後 再把它一個一個 放在 居欄裡面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可是 如何實錯 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來把這個 有關Google 表單的相關處理 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好 謝謝大家 有點兒 有點兒 有 有 谢谢观看